各位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陈书军 两个女人在观塘社区健康中心 怀疑争执打斗 其中一个80岁的女人 中刀重伤 宋元不治 警员去到中心大楼调查 消息说下午近三点 有市民发现其中一个刺隔 有两个女人反锁了在入面 地下有血迹 所以就报警 警方同消防破门 发现一个80岁的女人分为倒地 头部有刀伤 宋元之后证实不治 另外一个52岁的女人 搜捕亦有刀伤 宋元治理 情况稳定 案件还调查中 天文台预告会在黄昏 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热带气船Soul Line 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预计今明两日 横过南海东北部 而向广东东部沿岸 星期五至六 颇为接近珠江后一带 郭亭晶报道 星期五就是开学日 学生当日到底是否需要上学 要视乎Soul Line的走向 预计现在的最新预测路径 Soul Line 应该很可能在星期五到星期六 就会颇为接近珠江后的范围 到时我们的天气 就会有些明显的变化 就会变得风势会比较大 还有有狂风骤雨 不过之后它的移动路径 其实都有 和强度都会有几大变数 因为它会受到一个东北贵后风的影响 到时它的移动路径 有机会是会在广东登陆 又或者是沿着广东元朗的海域 向一个偏西方向移动 所以这里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天文台解释 Soul Line的强度和路径 会和东北贵后风互相影响 有机会在移向广东沿岸的时候减弱 不过目前预计Soul Line 星期五至六靠近珠江后一带的时候 仍然会维持台风级别 它和另一个风暴海域的相互作用 就较预期小 当有两只或以上的热带气船 如果之间的距离足够近 它们之间有机会是互相牵引 令到移动路径就会比较飘忽 怎样牵引法 就要视乎两个热带气船之间的强度 距离 因为现在海域的强度 就比我们预期中较弱 距离都有约缸的距离 就是跟Soul Line之间的距离 所以这个相互作用的影响 在这一刻的评估就比较小 天文台又提醒 虽然Soul Line是来到之前 本港预计仍然会比较好天和酷热 但岸边仍然有机会有涌浪 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有线新闻国庭征报道 而澳门气象局已经在下午四点半发出一号风球 预测Soul Line大致吹向广东东部 移动路径和登陆位置仍然有不确定性 巨峰意大利亚吹袭古巴之后 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三清晨 以四级巨峰姿态登陆 鄰近的佐治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 都进入紧急状态 专委军报道 风暴意大利亚来势洶洶 佛罗里达州的民众都严震以待 他们将悬挂的招牌拆下来 用木板将枪和大门围封 游兑起沙包 抵挡暴风雨来袭 随着意大利亚 吹向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 由于墨西哥湾的水温较高 为风暴增添能量 可能会为沿海地区 带来高达4.5米的大浪 意大利亚较早前吹袭古巴时 也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造成西部广泛地区停电和水浸 几万人需要疏散 国家据风中心预测 意大利亚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清晨 登陆佛罗里达州 成为7年来吹袭当地的第4个风暴 估计最大持续风速 至少为每小时179公里 州长德桑帝斯已经下令民众 尤其是低华地区的居民疏散 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不少学校停货 坦白国际机场关闭 几百班航班取消或延误 当局动员五千多个国民警卫队士兵 超过三万个电力工人后命 随时准备进行抢收工作 并且已经预留超过四百万升汽油 以防燃料供应中断 总统拜登表示一直和德桑帝斯保持联络 承诺提供一切所需的联邦援助 有线新闻孙卫军报导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 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反映 中国不适宜投资风险太高 中方就回应 只要遵守中国法律就欢迎所有外资 希望美方将不尋求和中方脱欧等表态 落到实处 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创造良好的环境 李沛珊报导 雷蒙多转抵上海 出席上海美国商会 一个女商界领袖的论坛 提到在北京期间 和总理李强 副总理何立峰 以及其他官员的会谈 富有成效 他呼吁美国企业 继续留在中国做生意 和美国企业 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 投资、增长 雷蒙多和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玲会面的时候 说期望能够为美资企业 带来可预测的营商、监管 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不过他早前坐高铁 去上海期间提到 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向他反映 中国不适宜投资 做生意风险太高 他们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包括无理遭受巨额罚款 收定之后的反间谍法定已不清 公司被突击搜查 有企业因此考虑搬离开中国 寻找其他机会 他又向中方官员提及 美资晶片商美光和波音飞机 在中国遇到阻碍的问题 但未得到解释或者任何承诺 中方就要求美方撤销 对可能用作军事用途的科技 部分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 雷蒙多说已经拒绝 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事 没有讨论空间 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 大约7万间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 九成有钱赚 大部分都想留下 中方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强调只要遵守中国法律 欢迎所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就美光的问题 发言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审查是必需的 说不会针对或者尋求排除 各别国家的科技和产品 有线新闻李沛珊报导 英国外相齐宅明展开访华行程 和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谈 稍后会和外长王毅会面 齐宅明和韩正 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 韩正表明期望透过商户尊重和务实合作 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齐宅明说过去几年因为新冠疫情 面对面的直接外交被打断 认为两国可以恒常会面沟通是非常重要 可以避免误判和解决双边关系的分歧和挑战 商城论坛开幕 上海市长龚正说希望凝聚共识 为两岸和平增添力量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 会秉持理性开放的原则 化解分歧 何森言报道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星期三早上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新趋势新发展 上海市长龚正支持的时候说 论坛已经是连续13年举办 希望两地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 凝聚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走一走到上海看一看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 希望两岸可以化解分歧 消灭对立做到商赢 双城好两岸好 如果能够持续秉持理性开放进步的治理原则 往前走 而且持续维持双城之间的论坛 以及各项交流合作的领域 我相信双城好两岸好期待 必定可为 两地期后签署有关减碳 运动等领域的合作备忘录 蒋万安星期二抵达上海 同日同公正会晤 期间两个人互送花瓶 愈以两岸和平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中国和印度就边界问题再有争议 中国自然资源部发表的 2023年版标准地图显示 中印边境的阿克塞蔭地区 和阿努纳克尔邦 分别是画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西藏自治区 印度说中方的新地图毫无根据 只会令到边界问题复杂化 已经透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 在北京外交部就说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地图 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做法 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 不要过度解读 休息回来会看看财经 刚刚在香港收购全线阿布泰的碧斯 推迟上市计划 泰国连锁超市碧斯的母公司说 考虑到当地和国际市况波动 资本市场不稳 决定暂缓上市计划 公司上星期宣布 以6700万收购阿布泰 总裁更加说计划在第四季 申请在泰国和香港双重上市 港股在期指结算日 受到科技股拖累 终止两年升 公司业绩继续是市场焦点 周瓦言报道 过去两天累升超过500点之后 大市在期指结算日先升后回 恒指高开175点 重上20天线 早段最多升258点 见18742点 但是午后倒跌 最后收报18482点 跌1点 成交连续三天超过1000亿 不需连续第八天买货 正流入45亿 今天地一鬼神的特大利好 可以令我们完全收复 这个月的失地 这两天要有一千点 真的有些天荒野谈 但是如果收复不了的话 我们如果看月线图 恒生指数就是连续第七个月 在250个月的移动平均线下浮游 这样浮游浮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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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机会要落去去年10月底 14597个附近 广州成为第一个 一线城市落实应房不仍贷政策 但內房股表現不一 碧桂園積前配股比建韜集團抵債 股價要跌超過3% 華園置地和旗下華潤萬象生活 即後股價表現分歧 小米第二季業績好過預期 股價創超過一個月新高 但芳網股就全線向下 科指跌接近1% 市場憧憬促進股市流動性 港交所一度升過4% 但收市升幅近乎全數蒸發 匯控及友邦升1% 支撐大市 未來第二季虧損擴大 差過預期 被多間大行下調目標價 股價跌7% 創過一個月新低 有線新聞周艾研報導 內地加快出招救經濟 據報銀行要求銀行在短期內 下調全量住房貸款利率 和人民幣存款利率 吳敏芳報導 繼早前下調中期借貸便利 MLF 和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等政策利率後 內地銀行據報在人民銀行要求下 短期內將調整樓案和存款息率 為市場釋放銀根支持經濟 彭博和路透引述消息說 因應銀行8月初指導銀行 調節存量案揭利率 銀行短期內將設實下調利率 但是今次減案息只適用於首套房 減幅因地區而異 最多可以減0.2厘 全量個人住房貸款利率 意思是已成造的案揭 息率一般高於新造案揭 預料今次減息有助減輕大部分公樓人士的利息支出 避免他們因為息率負擔而選擇提早還款 可以將資金投放在消費或者投資 除了案揭利率 彭博引述消息說 公行、建行等多家大型銀行部署 進一步下調人民幣存款利率 減幅介乎5至20個基點 減息已得到監管機構認可 預計最快今個星期五調整 減存息似乎是相關齊下的東西 因為減存息一方面 彌補銀行在存量案揭的減息損失 我估計存息差不多要減十幾點市 居民存款方面如果存息低的話 你也真的可以刺激到消費 不過對於房市整體來說 我想正面的效應不是很大 有線新聞 文方報導 首持碧桂園的評寶 管理層拒絕回應是否會進一步減辭 但強調持有的房地產資產風險可控 周雅然報導 內地保險業龍頭中國平安中期小賺百分之一 但是反映長遠盈利能力的 受險和健康險新業務價值表現得出 按年增長四成五 業績夠預期理想 但是市場關注集團首持的內房資產 尤其是貧林債務為約邊緣的碧桂園 會不會為往後的業績埋下人憂 首先我們不能對個別的投資做具體的評價 對於不動產的敞口 我們八個字的概括 叫敞口可控風險可控 我們仍然感到比較有強的信心 我們是不動產作為我們一個長期收租物業 這樣的一些不動產配置 對於我們的投資組合來講是契合的 曾經是碧桂園第二大股東的平保 過去一年已經沽出超過2億6千萬股 最新持股降至5%以下 管理層拒絕透露會不會進一步減持止蝕 內地積極推出措施舊市提振投資者信心 但是A股反彈的力度只是屬於一般 外界關注平保會不會調整投資策略 我們對於後面的A股市場的表現 保持樂觀的態度 有比較樂觀的看法 總體來講 我們覺得未來是向好 未來可期 那麼我們投資的方向呢 可以講一講就是 我們要契合國家發展的方向 契合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契合實體經濟的需求 所以我們的配置會更加的專注於 有良好現金流的 符合中國特色估值體系的 這樣的一些股票配置的標的 有線新聞周雅然報導 最機身亡的華格納創辦人普利郭津舉辦 俄羅斯總統普京沒有出席 克里姆林宮說 桑禮是家屬的事不清楚安排 何永美報導 普利郭津的喪禮 星期二在家鄉聖彼得堡 北部一個墓園低調舉行 當地傳媒報導 簡短的儀式全程大約40分鐘 有20至30個親友參加 普利郭津的遺體據報 撞在他爸爸旁邊 墓地掛有俄羅斯國旗和華格納的旗幟 大批警員和國民警衛隊成員在附近戒備 總統普京這一日 在克里姆林宮和官員會面 官方少早前說 普京沒有計劃出席普利郭津的喪禮 認為是普利郭津家屬的事 不清楚有關安排 普利郭津乘坐的私人飛機上個星期墜毀 機上10人全部罹難 外界對空難起因有很多猜測 普利郭津今年6月發動政變達失敗 美國白宮發言人在暗示 克里姆林宮和空難有關 表示克工有殺害反對派的前科 克工早前已經否認相關指控 而罪毀的飛機是巴西製造 路透社引述巴西當局透露 俄羅斯認為罪毀的飛機是內陸航班 目前不會根據國際規則 容許外國參與空難調查 友善新聞何榮未報道 英國倫敦將超低排放區的範圍 擴大到全市 認為向更多司機徵收排放費 有助改善空氣和健康 不過連首相新衛城都反對措施 韓家欣報導 超低排放區的適用範圍 擴展至整個倫敦 令這個有900萬人口的城市 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徵廢區 任何時段駛入倫敦的汽車 假如排放水平未達指標 需要每日繳付12.5英鎊 即相當於123港元的費用 司機需要三日內繳交費用 否則最高罰款180英鎊 新覆蓋地區將會安裝 2750組監控鏡頭協助執法 全年只有聖誕節豁免收取排放費用 倫敦市長簡世德說 每年有約4000宗死亡個案 可能和空氣污染有關 認為新措施將有助降低 和空氣污染相關的疾病和死亡率 也有助應對氣候變化 不過連首相新衛城都反對倫敦市的做法 認為會令市民的負擔白上加根 倫敦有民眾示威 反對有關措施 認為家重生活負擔 而且部分地區交通選項較少 必須駕車出入 倫敦市中心部分地區 自2019年起開始 實施超低排放區 2021年適用範圍已經擴大過一次 當局為鼓勵市民放棄駕駛高排放的汽車 提供每輛最多2000英鎊的湯車補貼 有線新聞韓家欣報導